三国名将系列之一 隆西太守李向武加入自己的阵营 不久梁州刺事耕比率领六军兵讨伐韩岁 后汉说《复谢传》中说 耕比的讨伐大计尚未开始 就遭到汉阳太守复谢的强烈反对 他认为耕比死去必将失败 浩大喜功的耕比不听复谢的劝阻 贸然出兵 结果还没等与韩岁军队相运 军中便发生了叛乱 《资质通鉴》中说 周别家反营贼 先杀成熟 四亥比 贼遂尽为汉阳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周别家的反叛 造成了这次讨伐行动的夭折 其次是由于此人的背叛 更比的这支由六军兵组成的梁州地方官兵 有相当的一部分 成为了韩岁集团的成员 这样一来 无疑又增加了韩岁集团的军事力量和在 梁州六军的影响力 韩 李和柳之后 很快就攻下了汉阳 并杀死了太守复谢 李向儒的依附 耿李和复谢的被杀 不但对于韩岁集团意义重大 对梁州本地官吏 也产生了很大震动 陆续有顾九泉太守黄衍 司马马腾等地方势力加入了韩岁的阵营 这其中由于马腾的加入意义更甚 马腾原本就是梁州本地政府军中掌握军权的将领 加上齐盼、抢混合血统在梁州少数民族中颇具威望 这对韩岁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 而在韩、马和柳之后 双方共同推举汉阳人王国为首领 并七令领其重 扣略三府 这也是韩岁第二次向三府地区发动进攻 林立中平五年公元一百八十八年十一月 王国的军队包围关中重镇陈仓 王府从被围以左将军 率领董卓一起对抗王国的进攻 经过数月的战斗 大约在此年二月左右 王国损兵折将 大败而回 至于王国最后的结局 有两种说法 后汉书董卓传和资质通舰中说 王国是在兵败后被含罪 马腾所废 而后汉书皇甫松传中则说王国走而死 虽然记载有所不同 但有一点是无疑的 由于王国不娶在战斗中损失巨大 其起家的基本力量消耗殆尽 这对韩岁 马腾的打击是巨大的 面对群龙武手和战士失败的双重打击 韩岁和马腾于林地中平 六年公元一百八十九年 又劫持了前信良定 汉洋人严重为首领 却不料严重很快郁郁而亡 遂等稍征权力 更相杀害 其诸不去并各分乖 这就说明了原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聚集在一起的梁州联军 产生了严重的分裂 其实力受了严重的削弱 外有黄府宗 董卓等汉军的强大压力 内有联军的分裂 韩岁集团实力大解 由此逐步开始向地方割据的方向转化 参考书籍 后汉书 三国志 资质通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